嗨 各位我是傑森宇 由於今年10月 回到LHK ETP 放手 Yes Precure 5 夠夠的續作 希望能力 我都拿Precure 23 這將是首部 要求Precure們長大之後的故事 從Princess開始後面有幾部 雖然有演到長大後的故事 但是只有結尾幾分鐘所以就不算了 其中標題的23 應該是指23歲 那這次聖誘跟幕後團隊 都是圓滿人馬 而且還有Supercure Star的角色 我真的好興奮啊 同時也希望台灣可以有代理 所以今天這次影片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部人氣燒搞 首次裡五人當主角的第三代Precure Yes Precure 5 系列 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以及有什麼魅力吧 影片會分成上次兩部 第一部是 Five 片 第二部 Five 夠夠片 那角色的部分 我之後應該會再出更詳細的人物台來介紹 但在影片開始之前 新鮮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訂閱這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頻道是以特色和動畫相關影片為主 大家廢話不多說 Metabolu Fauze 故事開始於一旦寫後 中學二年級少女 Yumi Hara Nozomi 在上學的途中 看到一隻蝴蝶 於是她追了上去 在追逐時 意外的 遇到了Paramilla王國的王子 Koko 點在簡單暗暈一下 Koko 在改引到Naitomeya來襲後 就從頭離開了 到後面 Yes Precure 5 的成員 全數正常 特別是 運動玩人 Nozomi的鮮梅竹馬 Natsuki Rin 個性穩進的 Akimoto Komachi 全身穩重的學生會會長 Miratsuki Karen 以及現役演員 同時也是本作人氣腳的 Kaskano Ulala 在第一話就點出了 本作的主題 夢想 後來Nozomi在學校 遇到了Koko 並一路追到圖書館 在圖書館裡 另外的 發現丟在這世界的Dream Collector 中間發生一些小差距 當作Koko 在Nozomi面前 變回了經典型態 最後Naitomeya的Girin馬來襲 在對話中 Nozomi得知了Koko的夢想 在父親帕拉米亞王國 在保護Koko時 被蝴蝶群眾 成了Precure 可以在Dream 就使用Dream Attack Gabai Kawaina 但戰鬥一開始 Nozomi被降到跑開 在這裡體現了 Nozomi只是一位中軍少女 從這邊開始 Nozomi 招待目前想做的是 幫助Koko實現夢想 同時也得知了 Dream Collector的使用方式 只要收集五十多次Pinky 就可以實現任何願望 為其他人 因為不同的原因 除了Precure 除了各自代表的不同性格 還為了他人 為了夢想 另外Koko 會待在Nozomi他們身邊 畫面有一個國人老師 Koko Dakoji 但是直到Karen這邊 Karen一開始 不見其他人 不見其他人 無論夢想而戰 Karen一開始 就覺得沒有他不行 而這種非資源 必不得已的心情 導致蝴蝶 在手中消失了 因為想說就是放棄 不過心裡還是對那件事更更愉快 就像這種說明 劍性質的Karen 一定可以成為Precure 更想保護朋友 想重新代價的力量 這些性情 畫來的蝴蝶 Karen終於成為了 Precure Cure Aqua 就是Yes!Precure 5機器了 在可以看得出 其他四人 或是從Precure 7機器 都是因為Nozomi 不讀不出的Nozomi 真的很有聽到的能力 也有著 改變他人性格的能力 就是Karen一開始就非常適合 是在跟Nozomi他們相遇後 更性能變得比較雲滑 在機器五人後 Koko Zio Naz 都可以從Dream Collector中 被放出來了 不過剛登場時 Naz的態度非常差 他會解釋了 但之所以會這樣 是因為以前 在帕拉米亞王國時 Naz看到一次受傷的Pinkie 在王國的大門前 為了幫助人認識Pinkie Naz打開了大門 但不料 這是一陷阱 導致帕拉米亞王國 被奈托米亞毀滅 後來則是有想到 這是奈托米亞的秘書 卡巴利諾編的 同時 Naz就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人了 到後面 因為能捉迷他們 主動接納的Naz 被惡人復興帕拉米亞王國 和戰 打動了Naz 那只一日間讓人都捉迷他們 後來 那只開了一家叫做 Naz的House的禮品店 同時 作為Puricara的秘密基地 那第一點是在 卡連家的廢棋場庫 後面除了主線 搜集Pinkie 跟他透明亞作戰 還有五位少女 都夢想追求 成長 互相扶持 而且五人氣氛 都非常平均 雖然他們有各自不同的性格 不過他們還是有一兩個共同點 像是一開始 卡連跟Ling 就因為個性不合 都互相賭氣 雖然在戰鬥中 敵人還是在吵架 但那個不服出的性格 就讓兩人 意外配合得很好 後面雖然和好了 但是還是實際上意見不合 看到許多 都會有Puricara系列中出現的元素 像是中斷大事件獲得經濟量、核素 新年後面是一些大結局 以及粉色色群氣笨蛋隊長 等測試成熟穩重職囊 紅色是充滿地狼的熱血角 紅色通常是可愛的裸地等等 其中 EOS Pro QF5的中斷大事件 更是感染的童年隱隱隱 在那集 Guarino 又幻象 但濃素蜜以外的四人 戴上絕望面具 同時也是藉由他們剛才玩家的奇蹟 四人的幻象分別是 Karen 看到過去的自己 跟自己說 其實你根本沒有朋友 Karen 看到過去自己創作出的人物 跟他說 你不就要在外地下操心了 其實你根本不想這樣做對吧 等你看到小時候的自己 跟自己說 你不要再幫濃素蜜了 他根本不會感謝 Olala 再次看到鏡頭倒影 跟自己說 你根本不可能演員跟PlayerKaren擋在檢舉了 但那些幻象 對於瞪大雙眼 也是超詭異的笑容 再值得一提的是 A期開頭 故事的彩色蝴蝶 象徵者 五人撲出的羈絆 董索密的彩色雕屍 這是象徵者 五人的羈絆 而登的雕屍 和Coco 跟董索密說的 最重要的是 接下來要怎麼做 也就是最後 讓五人的心再次團聚 打破絕望面具的關鍵 靈悟壮人的心再次團聚 加上跟Milk的心產生共鳴 PlayerKaren獲得了心力量 5XPLOSION 最好做好的茶色蝴蝶 只是象徵著 五人重新團聚的心 那驚喜管家Milk 雖然第二次優化登場 剛出場的是一位超級囂張的精靈 但是非常的尊敬Cocoanatsu 而他出現也揭曉了Cocoanatsu的王子成分 一開始偽裝神布偶 碰巧被諾索密撿走 來吃逛了諾索密的便當 但得知諾索密他們是Player後 雖然內心是已經很安靜了 但表現出來還是很好笑 竟而這個努力家 會盡全力幫助Cocoanatsu 成一度 因為幫不上忙 是路要到禮家出走 也時常跟諾索密吵架 不過他們兩個關係後面有變好了 在第三次的話 又說諾索密沒有夢想 跟諾索密大吵架 時看你告訴Milk 應該要談出來一點 在最後Milk出出 畢星真正的想法 其實最喜歡的Precura 想跟大家在一起 而因為 跟Precura的心產生共鳴 Milk 成為了Precura的心力量 五人也證實 新手發動了5 explosion 那關於這五人的描寫 王子咪 雖然體能很差 也不怎麼會讀書 平時表現非常突顯 而是在檢查關頭 結果發揮出他的潛能 也有一定的判斷能力 在哈德尼亞 偉大吵順理事長時 她是第一個 看出那不是理事長的 挺初教跟諾索密在一起 也是最了解諾索密的 同時也是 團隊中的常識人 在歷史上話可以看到 她是一個非常愛護滴妹的姐姐 為了滴妹 一度想換戲參加的迷你足球手 Karen則是一開始 把孤獨的這個情緒 留在心裡 在認識諾索密 中了Precura後 再逐漸敞開親房 雖然在第18話 覺得他們在導亂很煩 但是Karen 還是很喜歡Precura的大家 那因為Karen是個大小姐 所以有時候會缺少一些 一般嘗試 但是不會料理 把整座島的別墅稱為小別墅 那這三人 一開始並沒有夢想 在劇情後面 再決定好了 電影和Karen 都是在第18話 正式決定自己的目標 電影的戲劇 照顧新娘的設計頭飾後 開始對設計食品感興趣 Karen則是因為照顧生病的Milku 萌生了想當醫生的想法 總是在那集 他一個人單挑哈丹尼亞 那種主迷都是在大局局 DB前 做出自己的夢想 強盪老老式 那Karen也要烏拉拉 這次倒走 又決定好自己的目標了 也為了自己的夢想 站穩前進 Karen就在身為小說家 所以在那次說 寫著小說 因為明明確表了女人內合 因為越來越對家之後 一度 想放棄夢想 但後來他在那次鼓勵下 Karen再次震作起來 繼續照著小說家夢想的前進 還可以看出 看外界的小說 由不放在舉止於 自身走遭 霍拉拉的夢想 就成為演員 為了這夢想 他接下了許多演出機會 也有一位 正正 但是有些貌似的經紀人 華西又桑 還有著支持他夢想的家人 他在又散完個售前 霍拉拉很迷惘 但是他很濃縮的鼓勵下 像你決心 換個身 要傳達夢想 在Express Breakout 5 中 還有兩個 記憶或快有什麼關配的CP Nozomi-Coco以及 Karenki-Naz Nozomi 拯救剛來到人類世界的Coco 給予Coco的勇氣 也是因為跟Coco相遇 Nozomi 才能找到自己的夢想 在聖誕結會 兩人在聖誕樹下 互相倘若行神 其實雙方都憑從對方離開 但是分開是必然的 所以決定 要珍惜剩下的日子 共產沒好回憶 Karenki 只是因為跟Naz 有相同的興趣 兩人都喜歡讀書 但Karenki喜歡小說後 會拿給Naz 看 你求意見 Naz曾經告訴Karenki 不要放棄夢想 而Karenki 兩人那次看到 不要成立於過去的傷痛中 那Naz從過去傷痛中 讀出來 也是Express Breakout 5的一大終點 而反派 在Tomea的部分 動機就非常單純 就是想到Dream Colletto 直線Despada Air的願望 把絕望散佈到世界各地 不過 因為接著失敗 於是上面就派出了 Karwalino 在監管工作進度 後來在Picara們 獲得心力量 Bumbi部門 幾乎全滅後 Nazomaya 把Bumbi部門拋棄了 幹部級成員 正式登場 Karwalina的面具 也升級了 不過 居然是Despada Air最信心的幹部級成員們 還是反映過 Picara的希望之力 在第39話 Despada Air親自匯了回Picara們 雖然應該使無限生成的黑影 非常無解 但是後來 Karwalina發現了 只要一離開地面 黑影就會消失 後來Despada Air 即使用黑影擋出了Five Explosion 不過一隻手 還是被Dream的希望之力傷到了 後面幹部門 竟然被Karwalino啃死 Bumbi更是直接被送到深淵中 但Bumbi 雖然被Karwalino發現 上次之後 從頭頂上被轟飛 但是待會半空中 後來想到 自己灌了醒他還可以飛 於是又逃過一劫了 到最後沒有一些反派 Picara五人之間羈絆 還有 Mina mo shiitai Wa da shi mo shiitai Sankuremae自行 Henshijong Katsuko Mika 也是第一個 知道Picara存在的普通人 不過最後報道幾乎都會變成什麼 帥哥店長娜子之類的報道 後面也有講到 Sankuremae自行 被Masko-san 太過熱腫 其他人跟不上他的腳步 也只要一騎勇士說什麼 一個人就可以了 到最後還有直接下他一個人了 所以他會不會跨大標題 來吸引讀者 但則是自己的新聞 無意見 上到足球社後 就決定 不繼續做下去了 後來在Picara們的鼓勵下 他就決定 在新聞社繼續下去 不過硬要說的話 現在角色描寫真的太少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有兩個 Masko-san跟理事長而已 但這其實 並沒有什麼影響啦 在解決部分 可是是非常意外 在機器無屬於Pinkie後 Kawarino 偽裝的客人 吸引Coco去開門 這趁機打混Coco 變成Coco的樣子 但Nozomi 放入Pinkie後 Milk親手把Dreamcoretto 交代賈Coco手中 讓Kawarino計畫得逞 最後Kawarino 建築原型 因為要惡性實力 把他紙打混 然後串移 回到Nartomia總部 Nozomi 但是意志非常消沉 第二名是Milk 覺得這一切都是自己的錯 不過Nozomi 心裡還是有希望 一問大家一起 Dreamcoretto 另一邊 Despalaya 一感覺到 還有人 沒去不及絕望 Kawarino 一決定 因為Pinkie後 彻底絕望 因為Pinkie後 帶到了 Nartomia的經濟場 因為要惡性實力 尼亞中人 最後 穿坐Milk 拍去換面具 戴在他臉上 終於一開始 Milk還在反抗 這次在Kawarino做出 謝謝你 把Dreamcoretto 交給我 這時候 Milk 徹底絕望了 聽階著 Despalaya 用Dreamcoretto 舉下了Polabos的願望 所以願望實現 Dreamcoretto 又換了石板 不過 Pinkie後們 還是不打算放棄 依舊在反抗 不過 因為是打不過了 持地擊槍的Kawarino 最後 Kawarino 它是五張黑色的紙 斷出絕望的黑暗 要讓Polabos們 追入絕望深淵 就在大家 快追到深淵時 Nozomi 看到另做的 所思的法光 定現做出自己的夢想 五人最後 也了解江南的夢想 而真是因為 有同伴的互相支持 他們才能 充滿著尋找 運作出夢想 同時 五人產生希望之力 讓絕望的黑暗 消散了 接下來在戰鬥中 就在Kawarino 流出絕望的黑暗 到Polabos的腳邊 黑暗就會立即消散 這時 Kawarino 氣急拍話說出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不像他們一樣 絕望 真相打敗了 有人那些戴著面具的人 其實是 帕拉米亞王國的居民 不過這句話 卻給了哥哥和納子的希望 在聽到兩人喊話 以及看著Polabos戰鬥姿 後 面具 離開了 他們就變回原來的樣子 最後 給Polabos們希望之力 爬出最強的 Five Explosion 即把Kawarino 接著 在看起的Despalaya 終於是站了起來了 射出黑暗 而這次的黑暗 比上次了 搶了好幾倍 會讓Polabos們 持續希望 Despalaya 把待在希望全員 也就是 Nozomi 混在幻境中 但是幻境依舊被打破了 最後 Despalaya說出 你們難道不害怕嗎 害怕變老 害怕力量逐漸掉淋 就算獲得永恒生命 但是我還是 Nozomi 聽錯Despalaya 其實也有心 於是 拋出了名為 希望的橄欖汁 後來Kawarino出現 但是 被Despalaya 力量振住 Despalaya 也意識到 完全世界 先入了絕望 作為空虛 他已經完成了Polabos的願望 但是 也獲得享用的寧靜 所以想要尋求希望 這番話 讓Kawarino 撤擊絕望 同時 在絕望身邊的布拉蒂 把Kawarino抓來下去 在續續自己的幸福後 Despalaya 力量暴走 最後Despalaya 把這個Polabos把他封印住 在消失前 跟Polabos王國的居民道歉 並跟Polabos道歉 先舉出後 Kawarino 帶著Polabos王國的居民 回去重慶王國 Nozomi他們 都回歸了普通的重序生活 繼續握了夢想的努力 那究竟還有什麼危機 要等著Nozomi他們 Kawarino 究竟能不能獲得認可 成為國王呢 那Polabos王 你能不能找到他適合的工作呢 進行期待下一步 Yes Polabosive GoGo吧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在DK之前 請先幫我按個讚 並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傑森宇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Bye